由三甲文化发展工作室 闲闲市级 彭县环保生活家协会 启民社区发展协会 民进党妇女部 共同办理再陪你逛一次启民市场 大钩顶妇科市级活动 吸引不少民众来逛市级 还有游客也来逛 展现老城南外亮点 大钩顶妇科市级 负责人许卫展表示 此市级获选清发属 110年青年社区 参与行动2.0圈具Maker计划 所提的马工老城三甲南湾风华在线计划 在大钩顶办妇科市级 一直是谢宗辉里长的心愿 在里长长时间的指点规划下 很感动可以跟大家一起把市级办起来 再造东甲大鼎钩的风华 原本是想要 因为这个是 它是大钩顶妇科市级 然后我们原本是要在潜尼市场办 可是因为城地限制 所以在这边办 然后也是算是完成那个 现在里长那个谢宗慧先生的一点小心愿 因为他一直很想要让大钩顶业市在进一期 这次共有澎湖环保生活家协会 澎湖小茉莉民宿 豪陵寒泥 让花野餐区 维熏玩乐趣 离太院二手滩 年年有春 海的时候 阿鸣烤猪肉 容顶居酒屋 金洛藏宝图海生海森 赤坎鱼香乐 赤海玻璃原创首作 拐瓜裂枣农场 手工木作等近20个民间团体 与青年创业摊商共襄盛举 其中还有协助半趴的会场布置及野餐区等等 符合澎湖地方特色的需求 让来逛市集的民众 称赞好吃好玩又好看 哈喽我们是Ocean Energy 然后我们的理念是以海为连结 以人为核心 那我们是希望可以在澎湖注入小岛风情 就是大家来旅游不只是去彩点 还可以带着满满的回忆跟故事 所以我们的初衷就是 希望三五好友或是家人一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在海滩上 然后依你们的需求 看要生日派对还是毕业派对 然后我们就会依你们的需求 跟厂商做合作 然后帮你们打造一个沙滩野餐的派对 然后我们就是有各种模板可以做选择 就看你们想要怎么样的主题 然后只要跟我们说 或是你们想要烟火秀 就是像有一些沙滩是不行 但有些沙滩的话是可以有小小的烟火秀 我们就可以为你准备surprise 这样子对 还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有我们的Instagram 三甲文化发展工作室执行长谢又康表示 工作室一步步从训练文化导览志工 出版文化刊物 办理走读活动到现在开始打造聚落亮点 借此擦亮潜力景点来延续秋冬的看点 使地方可以发展出互惠的永续机制 实践跨界共同参与的愿景 什么是玉米笋 这是我们在湾岸种的玉米笋 因为澎湖本来就种很多玉米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吃玉米比较麻烦 而且它是淀粉层比较高 所以我们现在就种成蔬菜 就是玉米笋 玉米笋的那个营养成分很高 然后我们澎湖种出来的玉米笋都特别甜哦 它的整汁都可以吃 今天早上才从湾岸待上来很好吃的 好吧 我跟你们揭晓 这个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啊 就是很 不是都会买饮料吗 有没有 杯价 四杯价 六杯价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是 早餐店 对 很好 然后这个呢 然后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在家里啊 然后就很多容器 然后呢 我们就把那些容器拿来装 当成我们做环保照 对 这都是环保照 环保加湿照 正常我们的标准啊 因为我们都希望每一块照 出去的重量是一样的 三甲文化发展工作室负责人显议者表示 工作室第二阶段计划至此圆满 接下来会启动第三阶段的马公老城三甲文化复兴 与聚落总体营造计划 期望逐步实践以文化振兴旅游的战略目标 让马公老城区的未来越来越好 记者汪海龙报道 三甲文化运动 顺利